自古天才多国命,王国礼贺霍聚病,他们来到世上只为做一件事,王国威胁台湾阁系,霍聚病为打匈奴,夺和西走廊,汉朝立国后,北方一直受到匈奴骚扰,马背上的民族居无定所,来无影去无踪,去了就抢,抢了就跑,汉帝国很无奈,一度只能用和亲纳共的方式进入屈辱的现实,直到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刘彻登基,霍聚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袍的小号, 他开局爆神装,一刀九九九,十七岁他跟随舅舅魏清第一次远征匈奴,这次出征魏清的大部队失利,但是少年热视的霍聚病却一战成名,率领八百骑兵冒险孤军深入,找到匈奴老巢一国端,斩杀匈奴两千余人,还顺手带回了大蝉与陈家统,年轻人下手就是不知道轻重,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八百标兵奔北部的故事,霍聚病得胜回来,汉武帝大喜赐风冠军后,几年前 大漠第一岳于高手张千回来了,市区河西走廊的大肉之部落被匈奴驱赶西迁,汉武帝希望找到他们,联合攻打匈奴,于是派张千出使西域,张千此次历经无奈回来,虽为完成使命,却带回来了西域诸国帝大物博的消息,雄才大力的汉武帝决定攻打,盘踞河西走廊的匈奴,打通通往西的道路,霍聚病第二战是河西之难春季攻势, 这次不是八百人,而是一万人,还是精兵中的精兵,一个真敢用,一个真能打,此战霍聚病放飞自我,化身西北砍王,从陵西砍到南州,真正的甘肃南路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霍聚病率军越过匈奴人奉迎了烟之山,一路向西北,六日内停进千余岭,越塔强杀,连破匈奴魂邪王与修土王主力,短暂激战后,魂邪修土二王逃走, 霍聚病升起魂邪王太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头领,斩首八千九百余级,顺手牵走了修土王的祭天金人,大胜后的霍聚病开始回军,行至高栏山下,遭到匈奴蛇蓝王和卢侯人阻击,匈奴咆哮道,公公厕所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占便宜的两个匈奴王心想,哪有小孩天天哭,哪有毒狗天天输,霍聚病已经人困满发,无力再战了,同时不断提醒自己,我不能输,结果霍聚病再发神威, 以劳大义,凶猛斩杀了梦想斋逃的蛇蓝如猴而亡,这种迅疾高梦,千金落大石,秋风扫落的打法,仿佛是项羽在世,拦者死,挡者毕,不休息,不调整,一路平推,以几乎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战法,席绝了整个河琪走廊,完美的胜利后,霍聚病结束了,自身正常,回世长安,哈武帝看着霍聚病的战果,拿着小金人发表霍检感言,原本只打算派你去试探一下,可你就像是满级神龙大佬, 徒手新手村一样,一路平推,仅仅一万人就将试探打平团面战,既然你没有问题,那就给我彻底打通河琪走廊吧,同年,河琪之阵的夏季攻势开始,匈奴的死神又来了,汉武帝的部署是关门打狗,公孙敖先帅数万骑兵主力,正面出击河琪走廊,霍聚病在长途奔袭上后,自西向东来个回首掏,霍聚病骑着最烈的马,吃着最好的肉,喝着最好的酒,带着最好的兵,准备战最强的敌人, 他在匈奴大陆党的一辆下,跑了两千多里运回到目的地后,霍聚病发现,匈奴主力好好的,啥事也没有,原来呀,公孙敖出来荣誉就走丢了,霍聚病果断顺利这些长途把势的孤军,从匈奴主力侧后方发起猛攻,匈奴懵了,我们背后不是伤磨吗? 场面很快就变成了一边党,霍聚病大杀四方,共斩首三万,俘虏匈奴五王五,残余燕之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档户都尉六十三人,战后,河西魂血王和修徒王两王投降大汉,霍聚病前往受降时,四万多匈奴人发生滑变,霍聚病只带少量亲兵驰往匈奴人员地,他当今立断指挥汉军控制住了局面,一场突发的军变被妥善处理, 使这四万多匈奴祥军没有再次逃回河西之地,霍聚病的雷霆手段使得整个河西走廊从这一刻真正的被大汉赚到了手中,刘彻迅速巩固了河西走廊这一条中华民族的外交生命线,他大鼻辉在河西建立了四个军,各个都是威武霸气,武威宣扬汉军的武功和军威,张燕张中国之业以通西域,酒泉霍聚病在当地将汉武帝赏赐他的美酒倒入泉水,与三军将士共饮皇阿套大, 留下千古美名和传说,这是对霍聚病的表扎,敦煌,敦煌代表了汉朝向西方开放的胸怀,这四个地堡合起来就是甘肃,在这里大汉会张开最大的翅膀,向远方拓展自己的军威,拨洒美酒和甘露,河西战后,汉武帝对战功显恨的霍聚病更加喜爱,在京城为他修建了豪宅,离显军功解恩宠,少年霍聚病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修奴未灭何以家为,打脱河西两年后,张燕率领三百人组成的 庞大使团展开了西行外交,影响世界整整两千年的厮守之路,至此正式通称,西诸国的使者也开始不断的来长安访问和贸易,在时间的不断见证下,这条道路渐渐的清晰起来,成了诸华文明与整个世界的联统要道, 河西走廊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守护着华夏文明绵绵不息的光,汉武帝在越来越大的赌议中一次次大赏,越赌引越大的汉武帝将眼光望向了遥远的墨北,他要说哈,汉武帝摊上全部的家底,出动帝国全部骑兵力量远赴两千里,去灭掉藏进了墨北的所有匈奴主力,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进行如此难度的远征跋涉, 除了千年才出一个的汉武大帝,他巨脸四海加上万民,就是为了大炮打蚊子,此战霍继病注入了洪光之力,成了他的风神之战,21岁的霍继病和舅舅魏清各领五官五足,霍继病率军出大军后,北京一千余里,但是北斗打到哪吃到哪,不需要后方,也没有后勤保障,碰见就是干,比匈奴还匈奴,越过大沙漠后,霍继病与匈奴左嫌王不遭遇,战斗过程再次一边倒,霍继病一路追杀,不断扩大, 这家战果,奸敌七万余人,几乎完成了拳肩,俘过囤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档户,都会等高官83人,左嫌王旧相遇到了阎王,所有筹码几乎损失殆尽,霍继病徽军两千余里,一直追杀至匈奴嫉妒的狼狙驱山,在山上祭天后,又在孤眼山祭地,还顺带观光王贝加二胡之后得胜而归,从此,风狼居须,成为后世每一位名将,并生的最高理想,战后匈奴远顿,漠南武王亭,直至 200年后,东汉斗县率军,急于匈奴最后一击,从此事上再无匈奴消息,漠北决战是汉兄双方多年战争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仗,不仅空前,而且绝后,除了禅于本部还保留少数活动之外,匈奴的所有分支几乎全部被剿灭,这一仗是空国而来,整个国家的各方面都已透支,最短时间内也失去了再次远征的可能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当霍继病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历史史面之后,年仅23岁的霍继病,促然离世 生如夏花之血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没有吐死狗空的悲凉,没有英雄迟暮的苍老 它就像中国传统绘画里的刘白,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它像那一线的昙花一样凋零,但却无法在人们的心中枯萎,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历史天际,点亮了中华民族自豪的血清时代 2000年过去了,那个千里转战的无敌之姿依然那么清晰 自古名叫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也许这才是神话最好的归宿 下课